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您一起读电时间咯 今天要读的是传道老书第一章开始咯 在耶路撒冷座王 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极归所处之地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不助地旋转 而且返回转行远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 人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人不能说紧 眼看 看不饱 耳听 听不足 已有的是后必再有 已行的是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岂有一件事 人能指责说 这是新的 哪知 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 将来的世代 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 查救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 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弯曲的不能骗职 缺少的不能读书 我心里议论说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 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 狂妄和愚昧 乃至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 就多有愁烦 加征知识的就加征忧伤 今天读经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来一起读经哦 拜拜